讓媽媽最擔心的 除了兒子的學業進步 更操心的是體格發育 輸在起跑點 總是希望心愛的兒子能高人一等 近日常常常看到我們學生的同學 都比我們學生更高 很煩惱 他的心肝會不會對 不過我們找不到好的方式 就擔心到他抽獎的機會 後來中醫師跟我說 同樣的錢 除了我的經歷 對抽獎中的孩子是最好的 最好的保養品 你看我好像吃百年耶 抽獎你這麼高耶 我說鴕鳥筋來講 專家的健康哦 每位爸媽都希望自己的兒女 成龍成鳳 最希望她們都能高人一等 我的女兒十七歲了 他的心肝都在平均之一上 我很開心耶 不過去年我很煩惱 公口這麼大吃得很少 那時候我比較愛 今年就好營養師爸爸 提醒我鴕鳥筋 每天讓他照顧女兒的生長 下年之後 體格 廣度 都有明顯的行動 這位專家我兒子 畫幼的關鍵器 我推薦鴕鳥筋